你已经来到了一个静止的世界,请记得遵守规矩,这得一切都不动弹,要是看到别的人能动,别犹豫赶紧跑,用主天时间不走了,只剩你一个人能动,在这个不动的世界里,道德法律都不管用了,有的人像那老头一样做坏事,也有的像那黄毛一样不择手段挠钱,人心里的阴暗面都暴露无遗了,我们的女主树里一家就有这种能力,树里今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呢,练试了好几回,最后都是叫她等消息,画面切到街上, 一个金发女人撞到了路人,手机不小心掉了,突然时间一停,手机就这么挂在半空中,上头还出现了个精灵式的怪物,碰完一下女人的眼睛突然变了,树里面试的工作都没被写上,回家就靠爷爷安慰两句,哥哥跟爸爸一个爱喝酒,一个爱打游戏,这里就姐姐一个人在工作,姐姐在外头打工挣钱,树里自然得担起接外甥小镇放学的责任,今天他实在忍不了了,直接把哥哥的显示器插头拔了,让他去接外甥,在这家里, 哥哥基本上是没啥地位的,只好就这活儿,树里哪知道,不足的将来他会后悔这决定,哥哥好几天没踏出家门了,老实说他心智跟孩子没两样, 跟没受过社会独打的学生一样,还得时时提醒他千金小镇的手,路上碰见的男的叫他学长呢,还自说自话的把哥哥拉到一边去了, 哥哥手一松,小镇就脱手了,谁想到遇上的是绑匪,他们把哥哥和小镇绑了,给树里家里打电话,直接开价500万书机, 不给钱,就先大人后小孩,家里哪有那么多现钱啊,三个大的都没辙了,树里一拿起菜刀,就想跟歹徒拼了, 就在这时候,爷爷救助了他们,逃出一块石头来,让爸爸和树里也伸手摸上去,然后用刀片画破手心, 血滴在石头上,顿时一股结界四处扩散,紧跟着三款鬼魂从窗户掏进来,树里似乎有点异象, 树里似乎有点异象,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完整的事,他们任凭那些鬼魂钻进自己身体, 一刹那时间静止,所有东西都不动了,飞的蝴蝶蜜蜂, 他的车,甚至是要掉地上的糖果,爷爷领着他们, 冷静地往歹徒说的地方走,一边缓讲这世界的事, 这术法是爷爷的爷爷叫的,糖叫这世界纸戒,术法架里早有传承, 只是不让外人知道,所以纸戒里,只有他们三人能动, 爷爷告诉他们,以前也有人进过纸戒,那些人觉得, 这太自在了,还想怎样就怎样,从别人钱包里偷钱, 或对时间静止的人做出格的事,他们的贪心和欲望越来越大, 最后被直接吞没了,爷爷说,这个也是提醒他们, 救人这好为多错事,三个人感到绑匪的仇学, 看见哥哥被打得不纯人样,小珍也快挨打了, 树里气得直冒烟,身子不由自主往劫匪那边冲, 头顶上慢慢浮现出一只巨大的手,爷爷一眼就看出来了, 急忙让树里带着大家心扯,其他事回家再说, 树林的思绪一打断,一只大手也跟着没了, 他们打算带着哥哥小珍离开着,突然有人冲进来, 这是咋回事,怎么还有别人能打完这帮劫匪, 那群人不由分数就开始攻击了,树里爸爸被棍子打晕, 树里和爷爷自然也免不了,那些人还打算弄死树里, 因为头儿说,只留老头子一个活口就成, 就在棍棒要落下的那一刻,爷爷一脚踩住会把男人的脚, 然后抓住树里的手,两人瞬间消失了, 真有不光会操控时间,连通剑都能穿梭, 就是每次跳距距离太近了,看得两人跑了, 下属问头儿,这周你不会啊,难得回答, 那是他们家族独有的血童力量, 屋子里突然冲出个人,手里踢着小郑,威胁树里和爷爷, 突然间,一个巨鼠人在男人背后慢慢显现, 一只大手已经搭在他脑袋上,那人还浑然不知, 手里还拿到架在小郑脖子上, 爷爷和那领头的看来对这怪物出现都不吃惊, 树人一把就把男人头给捏爆了, 这下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, 树人悄无声息地消失了, 爷爷抓紧时机,带着树里一闪而逃, 他说树里的哥哥和小珍绝对安全, 他们的时间被冻结了, 有管理人家保护他们, 那管理人就是之前出现的树人, 只要有人敢犯规,他就会出现, 不过爷爷也摸不着头脑, 可能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无意触犯规则, 爷爷的爷爷以前提到过, 管理人原来是他们家的祖先, 也是太沉迷这世界的人的结局, 虽然不清楚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, 为啥他们也能行动自入, 但肯定的是, 那帮人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了, 爷爷认为摆脱他们的最佳策略, 是重新启动那些树法, 他对树里说, 这个世界就好比电影了一针, 他们只在这被截取的片段里自在的生活, 所以只要临时解除树法出去, 然后马上再施展树法, 就能跳到另一个时间线的空间, 但得带着爸爸一起走, 不然他们就回不来了, 得先救出也能自由活动的爸爸, 爷爷就让树里回家取那块石头, 准备自己去救他儿子, 在准备出发前, 树里想继续顺移的本领, 爷爷叫的窍门是, 要看他们和体内的幽灵合不合拍, 只要相信自己能去到那里, 说真的能到那里, 说完, 爷爷示范了一下, 结果一转眼他就摔在滑梯上了, 树里只好放弃, 赶快回家拿石头去了, 爷爷发现那帮人把他儿子转移到了某个公寓里, 另一头, 那个被管理员干掉的男人, 他体内突然蹦出一团幽灵, 有力摇摇晃晃钻进了另一个男人体内, 然后那男人也能动啊, 他还没搞懂发生了啥, 不敢乱动, 就悄悄地军外没人说话去了, 这帮人貌似深信一种宗教, 他们信奉的是本叫大人行记的书, 差不多就是他们信仰的教条, 圣文写的是神志离人, 也就是那个管理员树人的形象, 不过这个叫尖岛的女士以前去过职界, 对大人行记也挺说, 她觉得神志离人的身材, 比大人行记里毛树的小了点, 等到那帮人走后, 哥哥这才站起身, 一看就看到了昏迷的外甥, 这么大的一羊, 他竟然没注意到, 他此刻只担心脏停了, 金猫抱起小针往医院跑, 并跑并后悔没抓紧拜扇的事, 与此同时, 爷爷悄悄混进敌人的脑巢, 找到了一块跟他们家的石头很像的东西, 桌上的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照片, 竟然是他们三个试法时的场景, 爷爷的眼睛蒙了一缩,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照片, 难道他们家里装了摄像机, 到底是何时开始的, 这群人的真正物点是什么, 想到那帮人之前说的话, 只留在一个活口, 我也明白的过来, 他们是冲一整的竖法和石头来的, 树里有危险, 果然树里一回家就扫人袭击, 好在他反应快, 一下子就推开了对方, 可翻遍了家, 也找不到那石头, 回头一看, 一帮男人冲了进来, 带头的竟然是尖岛, 树里数落不过, 被人死死的勒着脖子, 意识也渐渐模糊了, 最后他动也不动, 紧接着树里的眼睛全变成白色, 他能清清楚楚的看到, 压在他身上的那个男人体内的幽灵, 只是一吞那个男人, 对方的鼻血就喷得到处都是, 体内的幽灵像被吓一跳时的窜出来了, 树里就像换那个人似的, 因力的逼问那些人石头藏在哪了, 还把另一个红毛的幽灵也逼了出来, 幽灵没了, 那俩人也动弹不得了, 尖岛在外面没打算管, 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, 然后跟旁边的人说, 他们得和幽灵合为一体才行止戒, 但这姑娘能强行把幽灵逼出他们体内, 一旦这样身体就动不了了, 树里也找到了那块石头, 直接套窗逃了出去, 尖岛自回去检查那几个倒霉蛋, 接着给同伴打报告, 让他告诉老大, 左河树里能具幽灵, 谁知道左河竟然把那几个人拿去做实验了, 关于神之离远, 他心里有个想法, 想证明智的想法, 他叫了个宗兆下层信徒, 让他去处决内的被去幽灵的男的, 这个信徒似乎杀人上瘾, 手都放在男人脖子后面了, 想着从哪下手呢, 这时候神之离远出现了, 用同样的方式把那人头给打爆了, 干完活之慢慢消失了, 处喝干几具蓬叠粉末, 还舔了一下, 尝了尝鸡肉味干崩脆, 味像蛋白质, 但粉末一会儿也不见了, 这次的神之离远看上去也小了点他样子, 杀人是要消耗他自己的能量, 最后左河搞清楚了, 神之离远不能一支活动, 他们打算回屋继续研究, 没人注意到那死去的家伙身体里溜灵, 这幽灵好像有眼睛似的, 直接飞奔倒长大头, 钻进了小镇体里, 小镇也能动了, 得以说孩子们适应的真快, 已经在街上跑来跑去和舅舅玩起了捉迷藏, 简直把舅舅累坏了, 跑得他一年的运动量当了, 抓到外甥想高兴的转几圈, 结果又一下就给闪了, 另一边, 树里的爸爸被带到左河跟前, 左河拿出张照片, 说那照片上的石头是他们宗教的老大, 提出要一家职场的身份, 和树里爸爸好好谈谈, 左河说这话时, 脸上竟然露出点温暖, 他的手下却已经开始放肆了, 他们在超市里大闹, 看到树里经过, 这帮人都认识他, 想偷偷抓他一共, 谁知道树里在路上碰上了找他的爷爷, 架上那块石头, 不得不说这帮年轻人运气不错, 敌人又多, 又有武器, 爷爷只好带着孙女不停用顺衣逃跑, 终于摆脱了那伙人, 他们决定走路中间, 两人声量怎么救爸爸, 经过一个壮汉, 那家伙突然拔刀突袭树里, 好在爷爷反应快, 一下子扑上去, 紧紧抱住那壮汉, 还用顺衣带他离孙女人员的, 壮汉气急半坏, 举刀就刺, 紧要关头树里一掌, 把那幽灵推出壮汉气内, 壮汉也就静止不动了, 树里总算, 问出了那个疑惑, 他小的时候有没有来过这个静止的地方, 爷爷只好说了实话, 原来他小的时候, 爷爷就是带他来过纸戒, 那时候, 树里的狗狗快不行了, 爷爷看他那么难过, 就带他来纸戒跟狗狗多待会儿, 谁知道树里竟然不想回现实世界, 差点把爷爷都赶出纸戒, 幸亏爷爷及时醒过来, 他隐约记得自己似乎被赶出去过一次, 如果真是这样, 现在的纸戒可能不是原来那个了, 树里也可能就被困在了原来的纸戒, 想到这, 爷爷吓出一身冷汗, 急忙在安静的街上, 四处寻找树里, 最后在路上找到了蜷缩着抱狗狗睡觉的树里, 这次的事情之后, 爷爷不敢把秘书传给树里了, 他抬一位谋尸冲动满用秘书, 这时候, 你帮人又追上来了, 树里和爷爷逃到轨道旁边, 爷爷老腿也跑不快了, 不怪这块破石头, 他的怒火和仇恨爆发了, 直接把石头砸向那几个人, 那些小混混吓得赶紧户头, 直至树里瞬间闪到他们面前, 已成把他们打回了现实, 其他人也没逃过一掌, 旁边的爷爷叹傻了眼, 乳乳的感叹可怕了, 树里决定开始反击, 这的爷孙, 一个董顺仪, 一个董眼人, 配合着把那些小混混都弄回了现实世界, 还去超市买了水和面包补充能量, 爷爷跟树里说, 敌人是个神秘的宗教组织, 早就注意到他们家啊, 绑架小镇可能是想迫使他们用术法, 树里想起来他见过的那个女人, 唯从他那儿感觉到和宗教有啥关联, 这时候他忽然记起小时候在直接遇到的那个小女孩, 会不会那女人就是当年的小女孩啊, 现在事情乱成一锅粥, 树里先不管那些, 想先带哥哥和小镇离开, 再想办法救爸爸, 谁知道到了那儿, 两人都不见了, 看看地上的符咒, 爷爷心里有了的猜想, 难不成那幽灵跑到大孙子体内去了, 此刻树里夹到边上的那几个宗教狂, 正闹着说, 赶紧离开着, 见到冷冰冰的告诉他们, 没那块石头, 别想自由进出纸界, 这话把小红灰吓得不轻, 现场一下子乱哄哄的, 他们开始自相残杀, 红一男甚至想直接弄死还在镜子中的黄毛, 这行动惹恼了神志黎人, 神志黎人一枪抱了红一男的头, 他现在的身体明显比第一次见识瘦小多了, 这次用力过度, 重不住了, 他没消失, 而是倒在地上, 监导走过去, 一把扫开灰尘, 里面冒出来一个干瘪的人, 头还算完整, 身体只剩骨头, 看来爷爷的爷爷为撒谎, 这些管理者以前都是人, 后来被直接腐蚀, 把身体控制全让给了幽灵, 中了直接的居民, 其他人问监导怎么知道这么多, 监导脸上没啥表情, 告诉他们他亲眼看着自己家人, 变成了神志黎人的样子, 17年前, 监导跟家人回老家分家产, 结果他能分到个据说特别珍贵的石头, 回家路上, 监导哥哥硬要抢那块石头, 使之石头里的结界忽然扩散开, 紧接着幽灵就钻进了他们身体里, 他们全家就这么闯进了纸戒, 监导爸爸是第一个被侵蚀的, 身上长出好多线, 就像气球慢慢飘上天, 慢慢想保护他们兄妹俩, 可他受不住就跟着变了, 哥哥也没逃过, 紧跟着被侵蚀, 最后只剩下监导一个人, 他在路上闲逛的时候, 碰上了另一个女孩, 就是那个抱着狗的树里, 树里觉得只要有动静, 这世界就能动起来, 他不想和狗狗分胎, 就这么一不小心把监导送出去了, 根据监导说的推测, 可能是树里那边施的树, 他们这边的石头响应了, 才把他们全家带进纸戒了, 监导刚才不插手, 只是想确认树里能不能把幽灵从身体里赶出去, 他希望树里能帮他家人从直接解脱, 说不定下一个神智力人就是他的家人, 监导想让这些信徒帮他搜集情报, 那个叫加藤的男的摸了摸下巴, 开始跟监导谈条件, 说帮忙可以, 但帮忙后你得陪我好好玩一次, 监导听了都不知道该什么表情, 不过还是答应了, 小逛头旁边急了, 早知道就应该我先开口的, 加藤在想, 树里和老头都会去哪儿, 反正他们应该不会抛下自己人的, 谁能想到这一时候, 树里突然出现在他后面, 打飞,直接把幽灵给赶出去了, 好家伙, 正想着要开心一下, 这下职业没戏了, 老头子默默配合了个瞬移, 带着树里一闪就消失了, 等那帮人都走了, 他们俩才回到自己家, 自然他们也发现了管理员的尸体, 想到这尸体可能是他们家祖宗, 爷爷和树里心灵五味杂陈, 监导带着小光头, 回到左河那边, 把管理员挂了的休息传出去, 还猜着可能不止一个, 左河就拿手下继续做实验, 他想看看杀意的多重, 绳之狸人才会现身, 他用小刀在小弟脖子上来回划, 终于一个绳之狸人出现了, 但这只也太小了点吧, 小弟一脚就把他踢飞了, 但尖导去认出了, 那是他哥哥, 粉衣小弟就是气软怕硬得住, 抢过左河的刀就开始找死, 小管理员一把抓住他手腕, 威胁说, 等我叫爸爸来打你, 那下鸟, 天上出现了两只巨大的绳之狸人, 一找就把粉衣小弟的头给拍飞了, 然后他们的身影就慢慢消失了, 左河就在那儿沉思, 自言自语说, 听说尖导的家人是在直接走散的, 另一边, 树里, 他那笨蛋爸爸已经被邪教给洗脑了, 但树里和老头子找到他, 他还在那儿说让他们放开树法, 交出石头就能和解, 还磨磨叽叽不肯跑, 一边被老爷子拖着, 一边还得听着抱怨, 让他快点把石头给自己保管, 然后带着树里逃, 他们聊天的时候, 一帮小混混已经围上来了, 老头子一把抓住他们俩的胳膊, 一睡一就不见了, 三个人继续跑, 他们没注意到后面, 有两个人正悄悄跟着他们, 另一边, 哥哥拎着小镇回到家了, 家里还昏了个邪教的人, 那人听见动静, 干净装停止, 哥哥看家里乱七八糟,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, 小镇已经溜出房, 想吃布丁去了, 这家里真是一个塞一个, 哥哥终于看见那男的冲上去堵住他, 嘱咐外甥快点逃, 小镇马上从窗户跳出去了, 大叔跟哥哥打得不可开交, 哥哥把大叔摁倒在自己身下, 大叔一松手拖着飞出去了, 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, 他拼力想夺回刀, 结果哥哥一把衣服套他头上, 很狠的累, 真是绝招, 强人所难, 大叔就这么被勒死了, 临走前还吓尿了, 但哥哥因此跟小镇走散了, 他在街上无助的走, 心神全被撕去占了, 身上还冒出一堆幽灵兔手, 跟剑倒架一样, 还快被这世界吞了, 还好树里及时赶到, 他们看到那些兔手变成了树根, 树里想起爷爷说的话, 难道哥哥也要成为管理员, 树里不知道怎么办, 爬乱来哥哥就这么定了, 永远变成这副样子, 但哥哥已经开始飘了, 再不出手就晚了, 但一掌把幽灵打进哥哥体里, 可哥哥还是没恢复, 这时笨蛋爸爸上来了, 直接手拉那些树根, 没想到真的拉下来了, 皮肤还是原来那样, 这下树里和爷爷也放心了, 紧接着剑倒出现了, 拿着小镇的衣服, 说小镇在他手上, 威胁树里要谈判了, 剑倒把家里的鬼事跟树里说了, 让他帮忙把鬼赶走, 树里答应了, 然后是管理员弄面的时候, 剑倒叫树里他爸过来帮忙, 有个路人想干倒那人的时候, 管理员一出现, 爷爷立马顺一带人飞了, 但剑倒下不了手对活人, 树里他爸等得不耐烦了, 直接守房内人脖子后面, 本老头杀一多重才算安全, 这样他们以后进入职界, 心里有数, 树里不耐烦地吐槽, 召唤管理员哪有那么简单, 想了管理员真的出现了, 还特别巨大, 老头子反应快, 赶紧带树里他爸跑了, 树里一跃掉到管理员身上, 那眼睛朝他真身, 可能灰尘太厚了, 离本体太远, 树里只好试着内力输送, 保着儿子躲攻击, 他得被一掌拍死的时候, 树里终于成功了, 巨大管理员停下了, 但他又动起来了, 最后一股力气, 沿到尖岛面前, 面前出现巫术鬼手, 大身子轰然倒下, 人露出来了, 尖岛把爸妈从里头棒打出来, 意外的是哥哥还活着, 自己晃悠了出来, 还问尖岛这哪儿呢, 想到他体内的鬼冲出来, 尖岛哥哥终于离开职界了, 尖岛摸着哥哥皮肤, 警报着狂呼, 树里一家人也团圆了, 愿望实现后, 见到回不了宗教那边了, 小光头说要跟他一块, 正在想和树里家合作, 他们说, 宗教那头还有七个活口, 左河是个疯子, 谁知道他想干啥, 反正就是敢当命开玩笑, 拿了一堆人闯纸戒, 这边左河正和他新人的手下, 搞神之离人的事, 还有树里他哥特成了神之离人, 还有他家那具尸体, 左河是打算用纸戒术能改变世界, 招了一堆信徒, 信徒们都深信不疑, 现在左河就跟白西装说, 他真正的目的是用纸戒的鬼魂活永生, 然后就能长久的观察这世界了, 这样他就不能管教会了, 得找个可靠的人来接受, 白西装就是他看重的接班人, 他俩的秘密根本不避着旁人, 俩人没看见一个信徒在外头偷听, 信徒彻底崩了, 我们的信仰啥也不是, 左河连自家宗教都背叛, 他把这绝望的消息告诉其他人, 痛心疾首说左河背叛他们了, 树里他们这边, 决定先把宗教那几个人从纸戒赶走, 然后破解术法, 等大家都回现实世界, 再把那块本石砸成粉, 从此封了纸戒树, 树里让爸爸留下照顾小镇, 剩下四个人打算去宗教大本营, 当然得先安顿好变成禁止的哥哥, 那一句的宗教信徒找到树里家了, 其中一个黄毛还找到树上藏的主石, 信徒拿着主石心存坏了, 那是宗教的圣物啊, 这时候左河正在给白西装讲大人形迹从哪来的, 他找人验过这本书, 书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字都是一个人写的, 但侧年结果显示, 第一页是十四世纪写的, 最后一页是十九世纪, 这意味着作者至少活了五百年, 而且书里头写的都是作者亲眼所见的事, 还有在纸戒里做的实验和观察, 他能活那么久, 肯定是和纸戒或者神之离人者上关系了, 怕话因为弱, 外面信徒的声音就传进来了, 左河得知信徒没找到主石了, 就让那个偷听他和白西装谈话的信徒交出来, 信徒就问他是不是要背叛教义, 怎么多肯叠石头, 左河承认他想要直接活永生, 还说他已经知道怎么做了, 他说着, 时尚开始冒出那些发光的兔手, 大人刑记上写的, 人可以完全控制幽灵, 至于怎么控制, 左河才是在保持自我意识的条件下变成神之离人, 之前那些人变的时候, 都是思维被吃掉了, 意识几乎全无, 也感应不到外面的世界, 所以左河要做的就是保持自我意识, 在平衡中被吞死, 那极端的信徒不信着他, 手里拿着小刀又冲上来想同死左河, 左河果然还留着自我意识, 还能反抗,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神之离人, 甚至为了实验杀了个信徒, 这实施他自己意志下的行为, 左河轻轻松松就干掉了那些教徒, 只留下一个来测试, 世上还有没有其他神之离人, 还有他成了神之离人后, 会不会对教徒的杀心有反应, 左河让教徒去动哥哥的声, 如果教徒能杀了哥哥, 就能证明他是这上唯一, 也不受规矩束缚的神之离人, 教徒手抖着拿刀向哥哥辞去, 关键时刻, 树里突然喊停, 一下子冲出来给了教徒一巴掌, 把人给打发走了, 爷爷也赶紧配合着把树里顺移到别处, 这下对手只剩左河和白衣西装了, 他们暂时应该不会对哥哥怎么样, 毕竟他们还需要留个人质威胁我们呢, 左河变成神之离人之后, 得吃好多东西来补充能量, 吃完之后还能调整, 神之离人话就是抛开自我只顾思考的一种感觉, 相反要强化自我意识, 凌承自己, 刚才左河吸收的蛋白质被灵魂人自动吸收了, 结果身体变得好大, 白西装都静了, 这么快, 左河就能这样操控神之离人, 这时候左河感觉到有人来了, 就把白西装去看看情况, 结果发现尖导一个人过来, 尖导本来想说服白西装加入我们这边的, 结果人家不光为加入, 反而把尖导想叛变的事告诉左河了, 尖导被左河追到天台上, 好在他聪明踩到了空中的梯子上, 这样没掉下去, 其他人也担心的不行, 跟着冲出去, 谁知道白西装忽然从角落里冲出来, 对着老爷子就是一刀, 去奔出来, 也就这么悬在空中了, 左河用他那机式的身板阻拦了白西装的动作, 没人看到那家伙把血收走了, 等他人一走才能松口气, 然后他们又找到哥哥, 打算照原计划把他藏到安全的地方, 再去找左河决一死战, 尖导感觉有点不对头, 轻松就撤了, 这会儿他注意到地上的血迹, 树里他们也发现, 树上的石头不翼而飞, 可惜已经晚了, 左河跟白西装已经把石头水都上了, 爷爷果不其然痛得直打滚, 果然不出所料, 左河打算用这一招把爷爷逼走, 来了会瞬移的爷爷, 其他人也不传问题了, 幽灵就是从爷爷身上推出来的, 正往石头那去, 树里赶紧让爷爷带着他飞到石头那, 石头上有个小洞在吸那些林, 树里怎么堵也堵不上, 树里二话不说, 直接踩烂, 果然, 幽灵又回到爷爷身体里了, 但左河和白西装也赶回来了, 看见石头碎了, 左河马上向树里还有爷爷发起攻势, 而爷爷很猛的呢, 只要关头白西装竟然来救场, 急忙拉着他撤退, 下一秒, 爷爷的能力终于处罚了, 这下左河真成了孤家寡人, 石头一旦粉碎, 那法树也就解不开了, 大家现在唯一的出路, 就是让树里送他们走, 这么一来, 树里得一个人留在这儿, 他们得赶紧想别的办法, 白西装也把自己倒戈的原因说出来了, 主石一旦碎了, 他不占队树里, 就回不了现实世界, 谁愿意跟左河那刀老头子, 在这个世界风流快活啊, 作为同名状, 白西装还把左河的底细都攻出来了, 比方说, 还有定位的本领, 这本事, 每个神志里人都有, 若得是得定势补充能量, 不补的话, 意识可能就会失衡, 被彻底吞没, 还有左河的终极目标, 他根本不是想征服什么世界这种小儿科, 但是想亲眼探着这世界, 往哪儿歌曲能带人类非多高, 人的世界会怎样走到头, 甚至宇宙会不会有终结, 如果有, 那下一个宇宙又是啥样, 左河就是想亲政这一切真理, 直到最后, 树里和金岛听的都啥了, 对这个大坏蛋不如的肃然起劲, 这么一来, 大家根本无需起冲突, 树里不过是想救救自家人, 他对左河说他们的一谈, 就把今天发生的忘了干干净净, 你爱咋对咋地, 白西装提醒他清醒点, 在左河眼里, 他们这帮人就是蝼蚁, 比起相信蝼蚁, 但他们这帮蚁都不如直接你死更省事, 他们根本没有和左河谈判的资格,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站的, 另一边, 树里父亲戴着小针, 四处晃悠, 虽然城市不足败事有余, 但他心里有个梦, 那就是夺回主食, 当家族成为家族领袖, 在家族站了脚跟, 这时候有一个神之离人冒出来了, 这位是之前被左河干掉的黄毛变的, 黄毛心里不干啊, 这股不干, 让他意识被推逝, 最后变成了没意识的神之离人, 树里父亲吓得要命, 腿都软了, 就为了保护孩子, 他还是硬着头拼拿起棍子上了战场, 爷爷差点勒断气了, 小针竟然突然觉醒了家族的本事, 他能让神之离人把爷爷放开, 一家伙还真就放手了, 树里爸爸一边抱着小针跑, 一边喊别跟过了, 结果那神之离人真的就停下不追了, 其实这都是小针下意识在操控, 但赶来的树里他们哪里知道啊, 被爸爸忽悠着说是他在控制呢, 神之离人还特意示范了一番, 当然小针也没戳穿爷爷, 既然爸爸有了这个新技能, 树里就让他俩跟大伙一起开始行动了, 再加上那神之离人, 实力也算是壮大了不少, 他们正上了战术呢, 左河在那吃喝补充能量, 还发现了自己更多的能力, 树里爸爸跟小针吩咐, 也把觉醒的是告诉树里, 否则他会不高兴的, 小针一顿忽悠, 就答应了, 让爷爷当代理人, 领着大伙找到了左河的踪迹, 分散路把左河团团围住, 树里和爷爷吸引敌人的眼球, 然后瞬间转移消失, 让神之离人上去跟左河硬磐硬, 树里趁机搞偷袭, 要是偷袭不成, 就由爷爷拉出战场, 房顶上白西装和光头哥配合打棒球, 搅局左河的节奏, 但左河察觉到了, 感觉到神之离人像是被指挥着, 目光就转向小针, 他先是把凡人的棒球机给追回了, 有机可成, 树里立马冲刺过去, 左河皮操肉厚的还是躲开了, 没想到刚好被后面的神之离人给抓住了, 左河意识到自己比不过那大块头, 要是这么拼下去, 他的能量会耗尽, 就打死, 先干的那个控制着神之离人的小子, 树里爸爸和尖导马上冲上去挡住他, 几乎两人一下子就被制服了, 尖导不服气, 一刀扎进了左河的脚, 小针赶紧让神之离人抓住左河, 左河的身子开始膨胀变得好大, 然后那些胀大的肌肉, 就像面粉似的散开, 愣出了他甘瘦的真身, 左河现在本能地找食物补充能量, 竟然直接将那只巨大的神之离人吞了, 身体瞬间恢复了, 然后迅速逃走, 他逃进了另一个屋子, 只有树里和爷爷追了过去, 左河知道自己现在可能打过他们呀, 就提出来交易, 想放树里离开直戒, 条件就是他们不再管他, 树里不相信这男人的话, 爷爷为了救孙女, 还是决定听左河说, 原来左河他爸也是个宗教头头, 每天都在那讲教义, 左河挺佩服自己爸爸的, 直到有一天, 他发现他爸和自己教徒有私情, 那个教徒还是自己小时候玩伴的妈妈, 五年后老爸去世了, 左河接手了那个教团, 他不愿意留在这糟心的地方, 疯了似的毁了爸爸灵堂前的一切, 就在那时, 他看到了那块腹石, 开始建立新教会, 研究七指戒了, 左河对常世的生活已经绝望了, 所以想在这里待一辈子, 他知道树里还有家人, 对生活还有眷恋, 所以才想把他们送走, 但树里不是犹豫不决的人, 他决心和左河有个了断, 也是为了保护家人, 不让他们再有后顾之有, 树里把灵从左河身上赶走了, 掏出匕首准备了结这一切, 但他心里挺纠结, 因为他没杀过人, 爷心疼孙女承受不了那份罪恶, 于是抢过小刀, 想自己来, 但他其实也没杀过人,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们真正的家长, 树里爸爸手里的长刀亮了, 二话不说就捅了进去, 少玩人还能淡定解释刀哪来的, 树里和爷爷都傻眼了, 都在想这才是大坏蛋吧, 但世界又起变化了, 组合身体里飞出了个大脑, 那大脑就中了悬在空中, 啥也没做, 慢慢变成了海胆形状, 海胆长出好多细丝, 那些丝线锋利无比, 他们赶紧破坏了那些细丝, 让树里接近海胆, 这次真的是了结了, 海胆慢慢消失了, 谁能想到明天竟然有个婴儿, 肯定了, 这又就是左和铜生了, 还在娘台里没出来呢, 来西装对树里说, 动不了手就放那吧, 但树里心里还是过不去, 他们还是把婴儿给接生出来了, 这下可以彻底放心了, 树里就这么放心的把大家都送回了现实世界, 他自己愿意带着孩子留在这儿, 毕业还想再陪他一会儿, 可树里不想严育跟着自己困在之间, 这老头子睡着了, 头头把他送走了,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春夏秋冬, 这地方几乎就他俩活人, 树里每天只能和小左和聊天, 最后他还是没忍心, 让小左和离开了, 他就无聊的要命, 无聊过头了就开始活来, 反正这世界不是他的吗, 为了不让自己疯了他的写日记, 不过过漫漫的连写日记都不干了, 这天他在街上晃荡的不停告诉自己, 憋屈想面对阴暗的事, 可是略想清醒就越难以避免, 突然间天上飘着一条蓝色的游龙,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问题了, 然而转个念, 就算自己没问题又有啥意义呢, 在他把那些孩子送走之后, 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失去意义了, 终于树里也不再管自己的思维被吞没, 但在他快完全失去意识前, 他意外的醒了, 而且眼前多了个活生生的女人, 这女人说自己是石头制作者的老婆, 他天生有灵气, 不会了, 他丈夫经常带他进出纸界, 但他后来沉溺于研究, 慢慢变老, 最后死了, 看这位女士倒是好沟通, 听完树里讲价里的事, 觉得都是那块石头惹的货, 于是就带树里走了, 而结果树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, 只能走路回家, 一退门, 看见爷爷坐在门口等他, 他在纸界待了那么多年, 其实在外面才一秒钟, 虽然对树里来说那一秒无比难熬, 但他毕竟回来了, 他终于有和家人团聚了。